緩密三分鐘, 剪了個壁, 我們又要再開工 曾經我和Oman 在《名人志》第六集 介紹過鳥山明的IQ博士 在這套作品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經典的角色 我希望透過今集的節目, 介紹其中兩位 分別就是側卷千平和空鬥小熊 側卷千平就是致命在天神書裏面的一位天才科學家 其實某程度上, 她這個自誇都是因為 這條村的村民大部分都是傻瓜 才遞顯到她的聰明智慧 再加上她大部分時間的生活都是 只是當見到她的夢中女神山崔老師 她才有幾分鐘的英明神武 而她人生中最偉大的發明 就是無敵機械人, 側卷小核 空鬥小熊, 她爸爸就是在天神書裏面 開設空鬥理髮店的空鬥綠金團 她的樣子和她媽媽, 空鬥豆豆豆極之相似 一個接近二頭身的身形 十幾年來, 從來都好像沒有長大過 她和她哥哥, 空鬥太郎自命為不良的少年 但又好像從來沒有在村裡做過任何的惡作劇 很差的事情 她至少也是膽小和哀哭的她 其實她是很喜歡一個嗜好 就是去拿名人的簽名 包括打擊金譜的傑匪 八十年代的POPPY 就在阿Q博士的爛頭公仔裏面 出了很多款式 但主要都是圍繞著小雲和小吉 但有三款的角色在史上是極之少見的 分別就是有兩款的側卷千瓶 和一款的空鬥小熊 而我手楼上有其中一款的側卷千瓶 就是穿著科學家的造型 打胎, 襲衫, 西褲, 層次很分明 再加上外製的眼光 和很有立體感的頭髮 是一個很精彩的產品 但她的外盒包裝 仍然沿用著小雲的包裝外盒 而另一款我手楼上 仍然未擁有的側卷千瓶的造型 就是穿著藍色的外套, 藍色的褲 再加上運動帽 希望在可見的將來 我們也能夠擁有她 而空鬥小熊的穿衫公仔 她就是有她喜歡的貓耳帽 的一個拍子 再加上工人褲打胞 還有最可愛的就是 她的胸口寫著她的名字 空鬥小熊的襟章 亦都有跟真卷千瓶一樣的 立體頭髮 另外最更加喜歡的 就是她擁有自己設計的外盒包裝盒 如果連賣包裝盒和這麼新的產品 史材實在極之少見 阿嬌博士這套經典的作品 裡面的角色 他們都有很多的其餘 現實生活中 我黑面中佬在買這兩款產品的時候 都遇到一個很有趣的其餘 事源就是在去年的年尾 我在香港的某個拍賣網 見到有一位收藏家 將很大批80年代的阿嬌博士產品 就擺出來賣 價格亦都很合理 透過幾次的交易 大家都瘦落了 也得知她有這兩款收藏 也很感謝她 國外賣給我 但是也好老實說 價格非常之不便宜 我也作了一個承諾 就是希望給我一點時間幾個月後才交收 在這段時間 她也得知了我是TCM Toys Channel的其中一位主持 在快要交收這兩件產品的時候 她就WhatsApp了兩句說話給我 而這兩句說話 就是所說的是 雖然我沒有課金支持 但是不過我可以用禮物去支持你 其實我收到這句說話之後 亦都收到她另一張相片 她就是 那張相片裏面 就是她送給我的一些 阿嬌博士的其他的產品 其中有一本 就是一本動畫的設定資料集 是非常之少見 我很喜歡 坦白說 在這三年的 玩具頻道的拍攝 有喜有悲 這位朋友的兩句說話的鼓勵 令我感覺到就好像我跑步 跑到最後的一個比賽 在很根皮力盡的時候 有個朋友跟我說 加油啊 努力啊 你行的 那種力量是無價的 能夠透過買玩具去認識到真心的好朋友 是我的一份光榮 節目來到這裏差不多 希望大家Like這條片 分享出去 和訂閱我們TCM Toys Channel 可以的話 看廣告留言 甚至課金支持我們 令我們有更多資源去拍攝更多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感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課金我們 讓我們有能力製作更多好的節目 和大家可以走得更遠